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的睫毛好长啊 你醒了 太好了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扶我起来 我扶你起来呀 好好好 我扶你起来 你 她的睫毛好长啊 她的睫毛好长啊 大饭派 你喝酒了 你弟子 什么大饭派啊 就是你啊 大饭派 你说 你是不是在我手中里面 装什么东西呢 你 你放 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不跟你计较 反正 我又不属于这里 什么叫 你不在这里了 就是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啊 我是属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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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出现在车祸现场的那个男人 喂 累死我了 到底什么事姐妹 你知不知道 我有哪些比较熟悉的 男性友人呢 男性友人 这 没错 你当年的风采 那可谓是男人转 你就帅 分手就分手 下一个更乖嘛 说好女配爱男主 爱得死去活来的呢 这个女配 怎么敬给我惹麻烦 假扮 乖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对我 还是念念不忘的 记得 他给说过一句经典名言 我的存在就是一个永久的传奇 这 就是生活呀 我瓜 不得不说 你非常有品味 兜兜作战到现在 才知道只有我才最好的 只有我 啊 从这 你再带我从这 你 你不是那个 啊 那个 对 我就是 玉天 那是我队友 我是秦朗 不过啊 刚才我在来的路上 思来想去 我觉得吧 我们即使复合了 也不能公开 毕竟以我现在的身份 对吧 不合适 哦 对了 我最近有一个新剧 不知道咱爷爷 有没有兴趣啊 合着你拉投资来了 乖乖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怎么 跟你想过吵架了 没有啊 以前 一直不赞同你爸爸跟你妈妈的感情 现在想起 什么家境 和外貌 那些 都不是最重要的 两个人在一起 那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 只有相爱 才会愿意彼此包容 携手 走下去 可是爷爷 如果那个人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坏人呢 他在你眼里呢 我们不要在意总听到的是什么 而是这里 感受到了什么 这里 感受到了什么 我 爷爷 我明白了 谢谢你 我的傻孩子 怎么越来越瘦了 是因为怀孕了吗 可是别人怀孕 不都是越来越胖吗 好神奇啊 肚子里面居然有一个小生命 恶毒女配和大反派的爱情结晶 我要是有机会回到现实世界里 我一定把这个梗写下来 有空吗 我想找你聊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五点半在你家附近的 盖兰咖啡馆见 他找我要干什么 请回赏 请回赏了 请回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